念佛一生光时于障 在凄凉的野地里 哭诉声不绝于耳 简直是呼天强地 那是一座小坟 一个祭拜者 原来 几个月前 同乡朋友病故 这人亲自为朋友送了葬 他携带朋友的资财遗物 返回故乡 亲手交还给朋友的家人 想不到说明原委后 朋友的妻子先是悲痛欲绝 之后便冷言以对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 我丈夫的钱就这么点吗 这 我冤啊我 回想起那一幕 他正红着脸泪洒墓碑 这时他的朋友显了灵 答应随他返乡作证 无料乘船返乡途中 遇到了暴风 他一急 一声阿弥陀佛 脱口无出 只见一阵强光 鬼朋友突然倒退三步 什么光 不要吓我 他心里一阵 再念佛 鬼朋友着急地说 你一念佛 五色光明 就扑地放开来 逼得我阵阵晕眩 我不跟你回去了 你让我妻子 自己过来吧 哎 念佛这么奇特 我还生什么冤呢 他惊喜不已 一转身 出家去了 阿弥陀佛 就在我们 所念的佛号之中 随时放光 救度我们 摄取我们 念佛的功德利益 真实不虚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